北韩从全球COVID-19疫情爆发一年多来 一直吹嘘国内零确诊 而且为了要防堵疫情 到现在都还实施锁国政策 也要民众尽量待在家 那大家不出门都在干嘛呢 答案是看韩剧 这不是我说的 是专门报道北韩消息的 美日北韩讲的 而且据说民众会呼朋引伴 在家里面偷看 还热烈讨论 那当局听到就不高兴了 去年的12月4号 就突然颁布了一项打击韩流的反动思想 跟文化排斥法 法令涵盖的范围很广 法则也很重 多重呢 如果你进口贩卖外国的影片 是有可能要处死刑的 大家好我是范琪辈 欢迎收看范琪辈的today看世界 大家应该都很好奇 北韩人都在偷看什么吧 美日北韩就引述相关人士的说法呢 现在最红的前三名呢 分别是爱的迫降 便利电星星 还有歌唱的实境秀 Mr.Trump 其中Mr.Trump可是掀起了一阵旋风啊 一开始呢 只有两韩边境地区的人在看 接着很快就深入了内陆 虽然参赛者唱的是比较老派的演歌啊 但一哥哥歌喉好舞蹈强 还有人呢会边唱边 后空翻诶 娱乐性十足啊 征服了不少30到60岁之间的女性 那大家还会聚在一起偷偷的讨论 要选哪个参赛者 甚至还私下办投票的活动 那很多人透过节目的花絮 就看到南韩人的日常生活 对于南韩的经济情况觉得很好奇 很想去看看 那北韩当局呢 就最怕听到这种话了 这些资本主义的洪水猛兽 污染民众的思想 威胁社会主义政权 所以金正恩在去年9月就先亲笔写了一封公开信 把年轻人骂离对 他在信中呢 就怒批这个北韩年轻人话不好好讲 用一堆南韩用语 像是叫没选人关系的男性欧巴 不说再见说拜拜 那谢谢就写成ty 就是thank you的这个缩写啦 他早就警告过年轻的同志 这种腐败的风气不可行 但为什么金正恩都知道 北韩民众平常怎么讲话啊 因为他有一支专门抓违反社会主义规定的警察109小队 在路上呢就随机抓人打开手机检查内容 看有没有违法的照片啦 或是抱怨国内疫情之类的简讯 如果有人不肯解锁 就直接没收手机给专家解码 所以现在北韩年轻人也学乖了 简讯呢都是一寄出就删掉 这个109小队 如果看到有人穿印了英文字母的衣服 还会当场叫民众脱下来烧掉 女性如果画了颜色稍微鲜艺一点的资本主义口红 甚至可能在大马路上就被剪头发羞辱 虽然写了信呢 但是民众依然顾我 所以北韩政府在12月就又颁布了金正恩的圣旨 反动思想跟文化排斥法 这个法案中的第27条就规定 被抓到收看或持有来自南韩的电影刊物书籍歌曲 甚至是照片都得要进劳改营服刑5到15年 进口贩卖的商人依照持有商品的数量 可能要判处无奇徒刑甚至死刑 第32条则是禁止用南韩的口音讲话 唱南韩歌曲或是用南韩常用字体来印刊物 天啊连这个字体都要限制 真的管很宽 那不只是南韩 连美国跟日本也被列入管制名单 那这些充满敌意的国家对北韩当局来说更是十而不赦 刊物影片的内容都是要颠覆金氏政权 持有相关物品最高刑责也是死 另外呢使用未登记的电视 搜索机电脑或是外国手机平板等都要受罚 而且不只个人犯法得要接受处罚 如果你知情不报或是知情不阻止都得要连坐 家里的小孩偷看韩剧被抓到 父母得要交十万到二十万的北韩元 大概是台币三千一百块到六千两百一十二元 哎这个北韩在2019年经济出现成长的时候 国民人均一年所得才台币三万五左右 这笔罚款相当于一个月到两个月的收入 对很多家庭来说这跟判死刑也没什么两样 其实北韩从去年年初就开始了一系列的禁韩流的措施 但大家应该还记得这个两韩关系的时候 金正恩还曾经邀请女团到北韩去演出 这个北韩的这个牡丹风跟三池渊等女团的服装 也从韩服就变成了背心热裤 一度就有南韩化的趋势 那现在突然加了很多的限制 也许跟北韩的经济状况很有关系 金正恩在2016年就召开了36年来第一次劳动网罢会 这也是金正恩第一次以领导人的身份 正在这么大场合现身 当时就誓言2020年要完成5年的经济计划 但国际社会的制裁让北韩的GDP成长率连两年往下掉 逼他只好从外交下手来寻求解除制裁 在2019年经济财首次好转 但接着疫情就爆发了 国内接连又碰到干旱跟洪水粮食严重不足 唯一能赚钱的观光收入也随着锁国防疫被冻结 封锁了跟中国这个最大贸易伙伴的边界 就导致2020一整年两国贸易崩跌了75% 民生必需品的价格暴涨4倍 根据首尔大学经济学教授金炳元的估算 北韩在2020年的GDP最多可能重跌打10% 比1990年代的全国大饥荒还惨 在这个时候看到南韩比起来相对富足的生活 很有可能会引发敏怨 让金正恩跌下神坛 所以当局才会这么紧张的封锁了南韩文化 金正恩还在一月的劳动党代表大会上罕见的忏悔 承认五年经济计划失败 强调北韩得要自力更生 才有办法应对国内外各种阻碍国家进步的挑战 很矛盾的是金正恩打压的这群年轻人 最懂什么叫做自力更生 目前社会的主力是90年代大饥荒时期出生 现在30出头被叫做自由市场世代年轻人 他们从小就目睹大饥荒时政府自顾不暇 亲朋好友胡活饿死的惨况 想活命只能靠自己 有人才十几岁就知道去加工厂捡机器掉出来的黄豆 凑成一包交换其他的食物 也有人专门在市集偷东西变卖过活 久而久之各地就兴起了叫做自由市场的小黑市 这群人也成为北韩的第一批资本主义者 饥荒过后这些人也长大了 开始就跨境到中国做生意 自由市场就成为新资讯的交换平台 中国制的手机 存了南韩节目的随身碟或DVD 还有南韩的美装品 衣服首饰都在这里交易 这些年轻人冒着下放劳改营的风险 就是要看韩剧 身穿紧身的牛仔裤 最小限度的展现他们反派的心 他们也是最敢脱北力群 许多脱北者在接受访问的时候都说 其实要逃离北韩是需要很大的决心的 他们其实想要的只是一点点的自由 跟好好的过日子 就被当作腐蚀政权的意识形态 有一派人认为 北韩惯用这种高压集权统治的方式 在资讯快速传播的年代已经行不通了 并认为还留在家乡的自由市场事态 是最有可能由内而外做出改变的一股力量 你同意吗 你认为科技的进步是有利北韩政府的高压统治 还是有利改革的力量呢 你认为在极权统治之下 由内而外的改变是可能的吗 你如果喜欢这个节目赶快分享给更多人看见 你也可以订阅LINE TODAY官方账号 他就每天把重要的新闻 包括这个节目推送到你的手机里 万一错过了 到LINE TODAY国际栏目里面就有我们所有的报导 饭学了在雷看世界 天天为你精选一则国际话题 带你快速瞄懂世界大事 我们明天见